伊朗革命卫队一神令下 用飞弹对宿敌以色列降下天前 飞弹加五人机 伊朗一共发射超过300具飞行物 连伊朗小弟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在一小时内发射55枚火箭援護射击 不过伊朗外交部长说在攻击前72小时 他们就透过土耳其通知西方各国 显示伊朗无意将事情闹大 但也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别再想着反击 有美国官员表示预料到伊朗会报复 早在十天前就做好准备 不过因为领空遭伊朗飞弹侵入 连忙极落的约旦却被伊朗点名 感旱以色列合作小心被盯上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以色列与伊朗大使也唇枪舌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则呼吁 各国都该克制避免局势再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为了报复助叙利亚大使馆遭到以色列炸毁伊朗 近日是频频以飞弹攻击以色列 后续怎么样了呢 请辉云带我们了解 中东战火在起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可以看到这是伊朗连夜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 发动了上百枚的飞弹 还有自杀式无人机来袭击以色列全境 那么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是有拦截到99%的飞弹跟无人机 那么伊朗也说 他们这一次的行动是真实承诺行动 但是这一批行动到此为止已经结束了 主要就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在4月1号的时候 对他们在大马士革领事馆的攻击 那么伊朗这边同时也警告 以色列最好是不要再有报复行动 否则他们可能会再进行下一步的攻击 而到时候可能会扩大目标 甚至连美国军队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都会沦为目标 那么在第一时间 当然拜登这一方的反应是很快的 因为美国就很紧急的召开来会议 甚至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第一时间就致电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在美国的拜登跟大海雅胡热线之后 纳坦雅胡就取消了报复伊朗的计划 那么美国的承诺是说他们会帮忙防卫以色列 对以色列国防安全承诺通通都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以色列真的要报复伊朗的话 那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不会参与其中 美国的立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的确原本叫纳坦雅胡是扬言一定要报复的 只是纽约时报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紧急通话之后 让以色列打消念头 以色列国防军宣称99%的来袭武器都遭到拦截击落 他们也公布最新影片佐证 以色列的F-35战机升空防御后重回基地 面对伊朗首度直接的空袭国土 以色列军防紧急坐镇不敢大意 不过人看到部分火箭坠落 伊朗空袭在各地留下弹坑 以色列民众彻夜逃难 传出南部有女童遭碎片击中头部身亡 也担心这场冲突再扩大 确实以色列政府和民众都有感 要对外敌挑衅进行强烈回应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在国家预袭后 集开内阁会议商讨 不过中东源源相报何时了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 纳坦亚胡热线 挡下他们即将对伊朗的反击 中东局势暂时稍稍缓和 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对立 还没解决 拜登也和G7领袖商讨应对措施 TVB新闻 而其实以色列一度也关闭领空 有哪些因应的措施 再请慧云 带我们了解 好 这起事件当然会让 周边的邻近国家 非常的担心 因为可以看到 这么多300多枚的飞弹跟无人机 从伊朗飞来攻击到 以色列这边来 所以周边的邻近国家 包含像是伊拉克 沙烏地 阿拉伯 埃及 约旦 黎巴嫩 其实都很担心受到波及 第一时间包含在约旦 伊拉克 以及黎巴嫩 都有宣布 他们为了要维护民航机的安全 所以有关闭领空 包含在以色列这边 他们的国营航空也是一度 有关闭自己的多架航班 都是取消 以色列也一度宣布关闭领空的 但是之后都有恢复开放了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警报已经解除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一次事件当然会让周边的国家 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以色列对加萨拉攻击还没完 就担心这个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 只不过这一回以色列的铁穹信统 到底有多厉害 再来请赵慧云 在这次的冲突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外电的画面 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夜空当中 出现了很多火红色的抛物线 那这些抛物线呢 其实就是铁穹正在拦截 来袭的飞弹跟无人机 而且成功挡下的有99% 所以对于以色列国内的伤害 是相对较低的 因此之后以色列还调降 他们的警报级别 那么铁穹防空系统 事实上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 以离战争的时候 由于当时黎巴嫩真主导 发射千枚火箭炮来攻击以色列 才催生出了这一套空中防御系统 那2011年的时候首次登场 是设施在以色列南部城市 贝尔夏巴这一边 主要就是要保护人口稠密区 跟重大资产 降低对平民的伤害 那么自此之后 其实铁穹就已经扛起了 以色列空防的最大重任 那来拆解这个铁穹防空系统 它其实总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包含就是有侦测跟追踪雷达 因为就要知道这些不明飞行 他们到底飞行高度会到多高 还有可能的落点在哪里 另外就是协调控制系统 还有整个发射导弹的装置 那当然追踪到了 才会来下达指令 之后才会来发射 这个拦截的飞弹 不过铁穹非常的烧钱 这可能是他唯一的缺点 因为每个炮台的构建成本 就超过了5000万美元 另外就是这个拦截飞弹 可能每出动一次 就至少是8万美元的成本 所以以色列一直在想办法 要把这个部分cost down 所以他们在研发的就是 Iron Beam 铁树 镭射的导弹防御系统 如果Iron Beam 真的可以派上用场的话 每一次拦截的成本是1000美元而已 所以相较之下 CP值算是非常的高 那么目前预计最快 Iron Beam在2025年的时候 就可以交付 以上是关于伊朗 与以色列寝室的最新情形 其他重大的国际新闻 也欢迎扫描画面上这个QR Code 来下载我们的TVBS新闻APP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欢迎您持续索